好 开始今天的这个 希伯拉语课程的学习 我们首先复习一下 复习一下上次课的内容 上次我们把 这个对话的 这个做成 大家基本上都已经完全的练了一遍 就是讲到了这个 Dieter到 大卫和Sara 他们家里来 这个来造访 然后就互相自我介绍 初次相见 Sara终于见到了这个 Peter然后这样的一个对话 上次课我们 把它都已经练过一遍了 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再 复习一下 先听一下 听一下他的这个 听一下他的这个录音 然后我们再开始 今天最开始的练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啊这个听了一遍哈啊上次的内容我们都解释过 那啊啊在这个对话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 那这个英文再给大家看一遍哈啊在 Peter然后介绍这是我的妻子Sara然后啊 知道我是Peter之后他都问Peter说hello 他问他这个是你是你是大卫的朋友也是他的同志对不对 高兴认识你他说最后是的很高兴最终最终终于终于见到终于认识你了 终于认识你了所以在这里面那上次我们学到几个新的单词 一个是HTHT是我的妻子是你下的这个敌人坑单数的这个所有核 这个单词HT啊HTZO的HTSara啊就是这是我的妻子Sara啊 这个上次我们写的新的内容一个是啊 Collega Collega是同志啊英语啊英语是跟那个College这个词翻译过来的 这个词啊拼写大家都还记得我们看到在这个Collega这个里面啊 那么他的这个实际上这里写的戴阳不准确哈 他实际上是阴性阳性都用这个词啊就是说这个同志无论是男还是女哈 都是用同一个词啊都是Collega因为他是英语过来的词哈 不是西伯拉语自由的词啊所以他无论阳性阴性都是用同一个词啊 因为哈维尔是不一样的哈维尔这个词啊这个朋友啊 他是有这个阳性和阴性不同的拼写和读法 他后面加一个嘿呢 那维尔啊啊就是这个女性的朋友啊就是单阴啊 也是也是同一个意思 但是这个是指代的是女性 因为在这里面这个Peter他是个男的 所以啊刚才我们在在这个这个课文当中啊他就啊 Sara就说Shalom Peter 他就说Ata Havir 啊这都是你 这个Ata也是对方是男的 才用Ata 对方是这个男性的这个朋友 才用Havir 啊如果对方是女性呢 就是Havir 那待会我们会看到这个不同的拼写哈 这个我们藏词课的这个副习的内容 新学的这几个词 Havir啊朋友 Bulega啊 女志 还有最后一个词是Sof Sof啊 这个Sof Sof啊 但是终于啊最终啊 啊终于啊 Finally啊终于怎么怎么样 那他在这里面最后一句话说 Nain Leha Kiyasof Sof 他的意思是终于啊 这个情报性终于认识你了 Leha Kiyasof Sof Leha Kiyasof Sof 是认识 他的这个不定词哈 Leha Kiyasof Sof 我们之前在啊 这个西伯来语课的第一课里面就学了 当时没有把这个词详细讲哈 只是说他是认识的意思 当我们学了一些西伯来语的单词之后 大家应该能够发现 Leha Kiyasof Sof 他的这个拼写 他这个Leha Kiyasof Sof 可以看到他是不定词的这种结构 前面是Lamid在头的啊 这种可以看出来这是不定词的这个标记哈 我们学啊什么La Sot 啊这些等等啊 都是Le在头的啊 这些都是不定词的一个动词的标记 啊啊这是属于规则 这个变形式规则的西伯来语动词的当中呢 我们看到Le开头的时候 很多都指他的用词的不定词哈 那有一些词他本来就用Le开头的啊 啊像Lamid啊学习这个词啊 他的不定词就会前面再加一个Lamid 啊那以后我们再 再有机会再把它比较来学习 那我们今天先把它啊这个要练习一下 啊练习一下 那我先来我们把上次课的这个内容 啊来来读一下 那我再把这个再读一遍啊 让大家更有感觉一些 啊就第三句的时候 第三个啊就是第三段 他那个问句稍微有点长啊 Ata Havir Le Collegue de Vita Fon 啊就这句稍微长一点点 啊其他都还是比较好读的 好 大家出了一些样力哈 有没有起来练习 是吧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把上次课 我们上次只讲到了整个啊 新的生词哈 以及这个读音 以及这个整个这个课该怎么读下来 我们做了一个练习 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到把这个课程的这个内容 先把它拆解继续详细的讲解哈 啊所以在这里啊 我们刚才看到了 Ata Havir Le Collegue de David 啊这个是他的西伯来语的这个 这个课程的这个内容哈 这是他的读音 Ata Havir Le Collegue de David You are David's 啊像英语的话 是这样写哈 大卫这个朋友 和中文是一样 那按照他的这个 这个西伯来语的这种啊 啊这种结构呢 英语也可以写成 You are a friend and colleague of David 这个你是大卫啊 啊你是 就是把朋友和同事放前面 然后share这个从属关系 后面接人名啊 就英语也可以这么表示 但是我们中文呢 都是把这个人啊 是谁的朋友 这个谁放在前面啊 所以这两个句子 我们可以看到 他两两种文字之间 他的结构是有是有 有区别的哈 他这句就稍微有点长 啊但是他是这样一个 啊介绍的方式 这一课呢 其实主要是 教我们啊 怎么样说 这个东西是什么 啊这个人是谁 啊但是实际上这种句型 我们在之前的课文当中 在之前的这些啊 课程和练习当中 我们已经多次啊 学到了 就是他什么什么 啊好像 Z什么什么啊 是用这样一个句式哈 啊所以啊 Z就是讲这个东西 他就是你 或者是at 啊后面接他说 你是究竟是Havier呢 还是Collega呢 还是什么什么 啊就是啊 讲到了我们知道 要知道说这个是谁啊 或者说这个是什么样的 一个东西 啊那表达的这种句式 好的那啊好 稍等我把这个上面 好 关掉哈 那嗯那啊 这种句式呢 我们刚才啊 有有弟兄姐妹来 论过啊说这个大卫的拼写啊 为什么是这样写的啊 这是他的一种写法 还有一种写法 就只有啊 没有这两个Valve 也没有后面这个右的 只有一个Valve 就是 Dalit Valve Valit 这种拼写是可以的 那在在一些的这种拼写当中呢 特别用两个Valve 来表示发V的音 因为一个Valve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是发V 或者是O 当成原音用 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这个Collega这个词 啊 他的拼写 这个Valve 后面直接Valve 他这个Valve呢 就当中原音来用 就读一种O的音 O Lega L的这个原音是看不到的 发A 或者是发A 发的这两个原因呢 啊 就在在这个 单词的拼写当中是看不出来哦 你不知道这个词究竟是 A还是读A 在这个时候 你只能说根据经验 或者说我知道这个词怎么读 我就知道了 那在这里面Collega这个词啊 我们不看前面这个Valve 只看这一小块 Collega 你是它是音译过来的 你就可以看到至少 Hoff后面接了一个Valve 要不就发O的音 要不就发O的音 啊 Collega或者是Col 或者什么什么 啊 那在这个词当中 他读Collega 为什么是Valve呢 是在 啊 这个 B秒的后面加了个Hey 啊 它这是一个 然后 那词尾呢 很多时候都发A的音 啊 Collega 啊 是这样一个状况 但是它是一个音译词啊 啊 所以正经里面并不代表说 它是一个音译定的 或者是一个阳性的啊 它通用的 好 好 那 这样一个状况啊 我们的抄写的时候 可能会注意到这些 这些季节啊 所以大卫这种拼写 Valve 啊 这个Node呢 在 啊 在单词的拼写当中 Node的出现 啊 就会表明这个地方呢 它发A的音 所以就打 Vid 啊 Vid 啊 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Vid 至于前面是不是达呢 我不知道啊 那正好在这个名字当中 它是读David 而不是David 啊 不发A的音 说A的音 好 啊 在这里面是只能根据我们知道啊 根据这个最单词的认识 我们读出来 所以在这里面呢 希伯来语如果他没有把Node 也就是那些原因字符 标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只看这些词 我们并不知道这些词怎么读 这叫查字典 这一点呢 它和英语比较类似啊 你你知道一个词 你不一定知道 它是怎么读的 像法语啊 这个我就就算不认识它 我也知道它是怎么读 把它的读法是确定的 但是在希伯来语当中 读法不确定 没有关系 我们大概知道 大家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然后我们以后 接触单词接触的多了 我们就会更加熟悉啊 所以目前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啊 好 那我们把 然后面的这些 把后面这些例句啊 我们来进行一个练习和讲解 刚才我对Havir这个词 已经讲了 史维尔这个词啊 它是阳性的啊 这里面可以看到 The where 阳性 它有两个意思啊 一个就是朋友 还有一个就是当 是一个女性的啊 就俗话的人是女性 比如说Havir的时候呢 还有一层意思 就是他的男朋友 啊 这个有两层意思 这上面还给出了 我们今天 嗯 就是在课文当中 学的这个第一个词啊 Zot Zot 我在之前也学过 他去表达这个啊 这个东西或者这个人 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啊 这是Z的音性的这个搭档啊 Z是专门用来指阳性的啊 这个名词 那Zot呢 是用在音性的名词的前面 所以就像我们在课文当中 但是在这里面特别指的是 说话的人是男的啊 就是这是我的女朋友 Zot 啊 这个是这个例句哈 那如果说说话的人是女性 他说这是我的男朋友呢 那就是Z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Zot要改成Z 哈维拉呢 要改成哈维拉呢 就是我们学的这个词的 本来的一形式 Zot 哈维拉 啊 就是这个例句 我们可以根据啊 这个具体的情况 是可以修改 但是呢 为了让大家认识到 啊 的不同的形式呢 我特别选了这个啊 哈维拉 Zot 哈维拉 这个是我的女友 这种啊 例句 那么在这里面呢 Zot 和哈维拉 这两个词都出现了 所以在 我们在学西伯拉语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名词 我们会 它的这种 阴性阳性的对应的一些变化 虽然是名词 但是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学 好 那 在这个例句当中呢 我们就来练习读一下吧 好的 Melody So I have something So that word 就是那个字 就是 Shelie 就是 我觉得是 Mind me 你的意思 因为呢 因为呢 我上次 在就是411网站里面 一个song 就是一个worship song 然后呢 里面它是叫 Elochim Elochim Shelie Elochim呢 它就是 上面 Translate 是My God 但是呢 Elochim 不可能是 不可能是我 Elochim 是 God 或者 Lord 或者 代表 代表 God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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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Shelie Shelie 是 My 或者 Me 或者 是的 谢谢 Melody 你的这个 这个 总结 你观察很仔细 Shelie 这个词呢 我们没有特别学 因为我们用过很多次 我就默认大家会了 Daily的意思呢 就是我的 就是My 的意思 这两个词 这两个词 都在一起的 Shel 前面我们已经学了 Of 对不对 就是这个前面两个字母 Shin 加上Imet Shel 大家还记得吗 这是说 这是我的 那句话里面 Of David 是大位的 什么什么 所以Shel 这个词呢 它是后面接一个 人 或者一个东西 来表辞是 谁的 什么什么物品 或者谁的 什么什么人 是一个 从属关系 所以在这里面 也是一样 Zoth Havira Shelie 的意思呢 就是 This is A Lady Friend Of Mine 直译是这样的 是吧 这是我的一位女性朋友 但是在这里面 Havira 也有女朋友的意思 所以就是 This is My Girlfriend 这个 翻一会儿来 Shelie 它是两个词 所并成一个词 Fel 和Ani Of Me 或者Of I 在这里面 应该是Of Me 实际上就是 真正用英语的 这个 语法应该是 Of Mine Shelie 所以它这个 Shelie 我也表达是 这是我的 我的什么什么东西 属于我的 人或者是物 这种 这种关系 所以Shelie 就是 Mine 或者是Mine 根据它的语法 以上下文 谢谢 Melody 你看得很仔细 Shelie 在这里 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 那 Melody 你要不要练习一下 读一下这句话 Yes OK So 谢谢老师 好 谢谢Melody 好 对 这是 这句话的读法 好 那还有没有人要理 读一下这句话 你也可以选择读 Z 和Havir Shelie 也是可以的 这是我的男友 好 这是一个 介绍的一个 句子 OK 好 那我就来尝试 我们到下一个例句 在这里面 我就可以给大家 把Havir 在这个 动词变位的 这个网站上 把这个名词 它的所有格的形式 给大家截屏 都拿下来了 那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只用了 Havir Havir 在这 这个是我的 就是他的朋友 这个名词 是不一样的 就是Havir 这个词 后面是可以 根据它的不同的变化 就是Havir 这个男性朋友 或者是朋友 这个词 它后面是可以 进行一些变化 就变成我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 你的朋友 他的朋友 等等 就像 这个时候 如果说Havir 是他的朋友 这两个意思 就不一样 所以在这种句子上 我们刚才读的是 Havir 别人就知道了 这个Havir 指的不是 这个女 她的这个男性朋友 这是一个 Havir 是一个女性 是一个女性的朋友 是我的女性朋友 所以这就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 我们在查一些名词的时候 是可以在 这个Pialin 这个网站上 我们去查 它会有对应的一些变化 之所以会这样讲 就是因为 我们在上一次课里面 讲到 HT HT也是 以下这个词 它对应的一些变化 所以 这个Havir 这个词也是一样 它也是有 对应的一些变化 可以直接用一个词 来表达 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 他的朋友 等等 就是 都不一样 那我们 为了简化 就把 这个写例 这种表达 我的 你的 他的 是用单独一个词 拿出来 这样的话 就不会造成误解 好 那大家就知道说 其实希伯来语里面 是可以用一个词 来表达 这个比较复杂的 这些 从属关系 这个 经常会出现的 那 我们 大家有 有这个需要 我们可以上网站上去查 我把网站也点在这上面 那更新后的这个课件 我之后再发给大家 好 那大概这个就看一下 因为内容比较多 我们就不再把它抄写了 那 下面一个这个 下面一个 是把 ht这个词呢 把它造句了 ht 在这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ishah ishah是妻子 也是 woman 女人 这个词也是ishah 啊 那 他的这个 有 加上了 这个 第一人称 单数所有格 所谓叫第一人称 单数所有格呢 指的就是我的 啊 所以叫 ht 啊 是我的妻子 这个后面 上次课 我给大家讲了 它是 ishah 后面这个 啊的音呢 没有办法直接加 in 不能组成 ishah 啊 在以后 为了读音方便呢 把后面的这个 hey呢 来成了tuff 就发成t的音 所以读成 ht 啊 就是他的这个 这个语言当中 变化的一个特点 啊 后面 不再读 这方面读的时候 就改变了 啊 这是他的 这个词是这么读的 啊 ishah ishah是妻子 ht 就是我的妻子 啊 这个例句就是 if t or have it chocolate 啊 shocolat 也是音译 巧克力 chocolat 啊 shocolat 在这里面 词 chocolat 我们可以看到 啊 在这里面 两个valve 都发了 or的音 chocolat 所以在这里面 你看到 shocolat 这样的词 它音译过来的时候呢 啊 你就可以 看到 这个要不就是or 要不就是u 啊 正好在这个词里面 它两个都发or的音 就 哦 啊 lame 加dallet 在一起发 lade 啊 chocolat 啊 所以 ishah or have it chocolat 啊 就是我的妻子 喜欢巧克力 啊 就是这句话 啊 做的这个译字 那chocolat 这个词 算是我们在这个例句当中 顺便学到一个新词 啊 我们之前好像在 啊 讲到喜欢啊 那个课评当中 讲到过 比如说喜欢糖果呀 喜欢什么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的时候 啊 大家还记得 mamtakim 英国那个词哈 那这里面我用 我们又学到另外一个 简直的这个名词 chocolat 啊 巧克力 啊 英语chocolate 啊 都是正好是 啊 这个 中文和西伯拉语 都是英语过来的哈 chocolat 好的 好的 好 大家要不要试一下 我们读一下这个词哈 ischtee ohevet chocolat ischtee ohevet chocolat 没有了吗 好 好 那下一句 下一个例句哈 也是这里面 新学的单词 colega colega 啊 colega 这个词啊 那它的这个 它是有负数的 啊 colegot 啊 colegot 那是副主哈 colega 和colegot 啊 这是 我表示 啊 同事哈 啊 它虽然是 读成colegot 啊 但是这里面呢 实际上指的是两个 啊 两个人 啊 就其中有一位是男性 啊 所以 colegot 在这里面 它就是通用的哈 没有说一定是要 啊 男性 就colegime 和男性 女性 colegot 不是的 就是统一用这一个词 colegot 啊 所以在这里面 它是 David 和安妮 colegot 大卫和我是同事 啊 都是 就是我们互相为同事 所以我们 啊 这个地方 所以colega 这里要用副属哈 colegot 啊 看到贵兰姐妹 问的这个问题哈 我现在才看到 zot和zo 是一样的 它是互用的 啊 我刚刚看到 就是 在指代 这个 单个的 呃 女性 人物 获得的 阴性的名词呢 只可以用zot 或者是用zot 都可以 他们 就是你要不用 要不就用zot 要不就用zot 哈 在前面讲到说 啊 那个 那个例句里面 zot 可以说zot 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回到这句话 david 把你 啊 啊 啊 为什么是 va'ani呢 因为ani这个词 前面是a开头 所以本来应该读vani的 啊 为了让读音的方便 就读va'ani 啊 我们在唱 这个who is they 那个歌 那首歌曲的时候 大家已经 有这个 啊 有经验了 唱的是va'ani 是吧 包括这个 这个 啊 是 那个另外一首歌曲里面 也提到 是va'ani 所以va'ani这个 啊 这个读法 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了 没有 没有 或许没有这个经验的 没有关系 我们在这里面 也可以看到 david 把ani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 那我们来读一下 好 在这里面呢 啊 阿爸 Sherry 我的爸爸 那 实际上我们在很多 呃 皮布拉丽的歌曲当中 大家应该都看过了哈 唱过了这个 我的 我的父亲呢 是avid 啊 就是这个abba呢 他是 是 秘密的称呼abba 就是爸爸的意思 那av这个词呢 后面这个arev去掉 就是这个arev av 他就叫father 啊 那后面直接加一个 直接加一个yod 就是这个yod 加到这里 把它这个arev去掉 那vi呢 就是我的父亲 啊 所以是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的 avid 但是这abba这个词呢 啊 一般都只说abba sherry 啊 所以我的爸爸 或者是我的父亲呢 他啊 是可以有两种 找到的方式 一个是abba sherry 一个是avi 啊 那我们在唱 我们的父 我们的王的时候 那首歌 Avinu Malkeinu 对吧 Avinu 就是我们的父亲 Our father 应该大家有印象 哈 Avinu Malkeinu 啊 所以 是 有两种 abba 系列也是一个 用两个词 表示我的父亲 那我的父亲 还是可以用一个词 就是avi 只不过就不是abba 这种亲密的 是我的父亲 是我的爸爸 不是我的abba 好 那我给大家 讲解了一下 这个词的区别 所以在这里面 abba 系列 我的爸爸 他是表达 我的爸爸的一种 一种表达法 好的 好 是正好这个例句当中 用到了 collega 和shell 这些我们已经学到的一些词 好 下一个 soul 这个词 它的例句 soul 我终于毕业了 那这里面 有一个新的词 大家不要怕 它就是 一个 这个毕业 结束这个词的 这个过去是 seumpty seumpty 在这里 seumpty seumpty sof seumpty seumpty 是我 结束了 我毕业了 的意思 I finished I graduated 我毕业了 我结束了 这是它 这个一个词的 第一人称 这个动词 第一人称的 过去诗 所以seumpty 它这个例句当中 就说成 sof seumpty Baitsefer Baitsefer 大家有印象吧 学校 我们在学这个 这个小朋友 叫什么 Dana 那个小朋友 他喜欢学校的老师 等等 那个课里面 大家应该还记得 我去那个学校上学 是吧 那这个 Baitsefer Baitsefer 就是学校 school 那他说 我终于结束了学校 就是我终于毕业了 I finally finished school sof 就是finally 终于 是吧 那seumpty呢 他是有 逐于我 时代里面 我 毕业 我 结束 我结束了什么呢 是 从学校结束 就是毕业了 好 这是他的一个 另一句 稍微有点 好 这是他的这个句子 我终于毕业了 为了 为了让大家明白 这个 这个 Naim Lehakir Sofsof 这个Sofsof的 给 重新用一个句子 这个句子 里面有一个生词 Siyampty Siyampty 然后因为我找了半天 例句 这个稍微简单一点 其他的更复杂 生单词更多 那我们就把这个例句 当成我们学习 这个Sofsof的 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例句 我们来练习 Sofsof Siyampty Baitsefer Sofsof Siyampty Baitsefer 好 就是 我终于毕业了 Family finished School 我从学校里面 结束了 一开了 一念了 是这个句子的意思 我们进入了练习 Sofsof Siyampty Baitsefer 好 哪位先来 好 我一名 请练习 Sofsof Siyampty Baitsefer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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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鸣 这个Baitsefer 他虽然有一个点 但是还是 直接读什么Bait 就行 我应用读成Bait Bait就行 Baitsefer 好 谢谢 请王一鸣 谢老师 谢老师 那个Siyampty 是完成吗 是他的那个中文 对 他是这个finished I finished 我完成 我结束 的意思 谢谢老师 那我来读一下 Sofsof Siyampty Baitsefer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谢谢观伦姐妹 读得很好 好 下一位 Sofsof Siyampty Baitsefer 谢老师 我想试一下 好的 小英姐妹 Sofsof Siyampty Baitsefer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小英姐妹 很好 读得很清楚 Sofsof Siyampty Baitsefer Can I try Melody 请试试 刘峰姐妹 下一个 Thank you OK Sofsof Siyampty Siyampty Yamp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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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fsof Siyampty Baitsefer 谢谢老师 好 Melody 你不要怕 那个 那个 Bait 这地方 有个 当他没有 这就读成 Bait 和这个 悦耳 那个词 悦耳 Bait 是一个读音 Baitsefer OK Sofsof Siyampty Baitsefer 谢谢老师 当然谢谢 Melody 我这里 多加了一个 一撇 反而给大家 读音上 造成了困扰 其实是不需要的 好的 因为他有些 有些例句 他用的这种 拼读方法 跟我们的 不太一样 但是都是为了 帮助大家读 所以是 Sofsof Siyampty Baitsefer 是Siyampty Melody 你要注意 他这个地方读 E的音 Baitsefer Baitsefer 好 其他都很好 刘峰姐妹 请练习 好的 谢谢 谢老师 Sofsof Siyampty Baitsefer 谢谢 好 谢谢 刘峰姐妹 很好 有问题 Sofsof Siyampty Baitsefer 好 请以林练习 好的 好的老师 Sofsof Siyampty Baitsefer 谢谢老师 谢谢以林 没有问题 Sofsof Siyampty Baitsefer 好的 谢谢老师 那我也读一下 把它尝试读一下 Sofsof Siyampty Baitsefer Sofsof 谢谢老师 好的 谢谢 欧凰老师 没有问题 Sofsof Siyampty Baitsefer 好 下一位 夏老师 我想实力一下 好的 Sofsof Siyampty Baitsefer 很好 谢谢小燕姐妹 Sofsof Siyampty Baitsefer 没有问题 好的 下一位 哪位 来练习 好 谢谢老师 我来练一下 Sofsof Siyampty Baitsefer 很好 谢谢等音姐妹 没有问题 Sofsof Siyampty Baitsefer 好 大家现在已经不怕新单词了 它就是一个新的一个 把它读对了 我们就放在句子里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也不用在意 好 是并且练习的 好 谢谢老师 Sofsof Sofsof Siyampty Baitsefer 谢谢 很好 谢谢小燕姐妹 读得很清楚 也是对的 Sofsof Siyampty Baitsefer 好 下一位 还有要练习的吗 好 没有的话 这个例句就练完了 Siyampty 我们就不单独把它记录和查考了 因为这上这个例句里面练习的内容 所以以后我们可能有一些例句都会接触一些新的词 但是呢 因为不是核心词汇 就不再把它进行的记录 但是大家会读 我们慢慢接触一些新的词 对它的读法有一些感觉 我们会越来越有这种读 无吸不来语的感觉 好 好 那雷哈 我又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小鱼请说 就是前面不是有两个Sofsof吗 Sof吗 那就是把两个Sofsof读成一起 还是Sofsof 还是连读 它连不连读好像都是断开的呀 Sofsof Sofsof 连不到一起 连不到一块 Sofsof 不是Sofsof 它是Sofsof 它第一个 它第一个 就要发出来的 哦 就是不能连 好的好的 谢谢 Sofsof是不行的 Sofsof 就是必须要每个单都读出来是吧 是的 否则参议变化吗 Sofsof 好的好的 谢谢夏老师 好 谢谢小鱼姐妹 这是也是提醒我们 我们在读这些句子熟练了以后呢 不代表我们可以吞音 这个符音 这个符的这个音 这是肺放在后面 字母肺 放在子尾 它的尾巴要放下来 变成长的 那它这个符的音 同样是要发出来的 不能说 好像它我们读快一点 就可以吞叫 不行 我们中文好像有这样吞音的 这个西伯拉语 我们还没到这个程度 后期我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吞音 但目前我们还没学到这个程度 我们还是初学 我们读学阶段呢 是把它读清楚 读清楚 让自己明白 别人也听得懂 不造成误解 好 好 这个 这个例句 这个例句很容易 我认识它 I know her Makia 认识 Lehakia Lehakia 它是不定词 是吧 它的这个 现在诗呢 读Makia Makia I know her Animakia Ota Animakia Ota 那这个是 说话的人是男性 如果说话的人是女性 那是Makia 说明要加个He 就是加个字母He 在这个 Lehakia的后面 就读是Makia Makia 所以在这里面呢 就是用的是男性说话的这个句子 口吻 Animakia Ota Animakia Ota 是我认识它 我认识它 这个句子好简单 Ota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宾语 女他 做宾语 前面都是一样的 Alef Vav 如果最后是一个 U的呢 Oti 就是 就是我 做宾语 这是Ota Le 放了之后 A的音 Ota 就是 就是女他 第三人称 音性单数 就是女他 我认识它 就是那个女孩子 我就说 Animakia Ota 这是这个例句当中 这是说话的人 是男性 所以是用的是 Lehakia的 这个 这个 动词的 现在是 阳静单数 Makia 可以看到 这后面三个字母 是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 这一个是Mem Ma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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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Lehakia 后面的 原因 这个读法 是一样的 只不过 Hakia 读成了Makia 所以是有变化的 Makia Makia 中音在后面 Lehakia 中音也是在后面 Animakia Ota 我认识它 这个句子很简单 句子 就三个词 Anim和Ota 大家都知道了 一个是我 一个是他 Makia 是Lehakia 变形 所以我们不能直接说 Anim Lehakia Ota 这是不行的 在这种 正常的句子当中 有主卫兵的 这种句子当中 就必须要用 Makia 好 但是当我们自我介绍 说 这个 Nahim Lehakia Sof Sof 这个就可以用 Lehakia 因为它是一种 固定的表制 很高兴认识你 很高兴 这个 遇见你 这样的一个 这种句型 所以Lehakia 是可以在这种 句子当中用的 但是在说 我认识它 我知道它 Anim 就不能 Anim后面就不能接 Lehakia 懂了吧 我们前面 读的这个课文当中 他用的是 Nahim Nahim Mai Ota 那个 Nahim 那就不一样 它是一种固定的 搭配用法 很高兴认识你 就是一种 常用的这种 好像 习语 俗语一样 好的 这个 这个 句子的这种 语法呢 大概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进入到练习 Animakiya Ota 很简单 读起来 没有什么难度 Animakiya Ota 好 我们开始练习 我现在写 好 还有没有要练习的 好 没有了哈 好的 那这个例句 基本上我们练得差不多了 在最后里 这个 Animakiya这个词呢 我在 这个 Animakiya 这首歌 我认识 我知道这首歌里面呢 我找到这个歌词 但我认识你 并不怀疑你 Animakiya Ota Ota 就是我认识你 Ot 可以看到 在下面 But I know you 是吧 翻译过来 但我认识你 这个 就是But 但是 这个转折语 这个没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这句话 这句歌词的前半部分 前半部分 就是我们刚刚 学到的这个词 它的 现在时代 但我认识你 是吧 Animakiya 因为 在歌词当中唱的时候 我们一般默认 用 阳性单数 即使唱歌 这个人也是女性 他们也会用 阳性单数 来表达一个 一个概念 一个动作 除非是他被特别 要强调 说话的人是女性 或者说默认 这个动词 那是单阳 Animakiya Ota Ota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为什么是Ota 但我认识你 是Ota 为什么是Ota 不是Ota 有没有人能够回答 这是男性 这是男性名词吗 任老师 对 好 谢谢贵男姐妹 因为在这里面是讲到 但我认识你 这是对神说的话 所以Elohim 他是 我们的神 他用的是阳性的 所以是在这里面用Ota 是对神说的时候 Ota 是要用Ota 这个你 这样用阳性 阳性的这个单数 还不是用阴性的 那个 那个 经写上一样的 我们原来在 之前的课当中 有学过 把这两个区分开来 Ota 和Ota 不是讲你 如果对方是男性 我们就要用Ota 对方是女性 就要用Ota Ota 是女性的 这是一个人 对方是一个人 所以 Ach Animakia Ota 让我认识你 是这个歌词 所以我们 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 歌词当中 经常就是有一些词 是我们 是我们学过的词 是我们学过的这些 新单词 我们会遇到 然后 大家就不要觉得奇怪 后面半部分的这个歌词 大家 这个Enly Enly Enly 大家有没有印象 Enly是什么意思 Enly 这个V 我先不管 大家可以把这个V取掉 这个V取掉 Enly是什么意思 我们复习一下 这是我们学过的句型 有没有人知道 大家回忆一下 回想一下 有印象吗 有没有人能够回答 Enly 是什么意思 Enly 可能时间久的 都不记得了 好 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Enly和Yesly 是一对 Yesly 是I have 我有 Enly 是我没有 那我们在学 我有一辆车 那一课 Yesly Me Honit 我有一辆车 Enly Me Honit 我没有 车 所以Enly 是我没有 的意思 我没有 我没有什么呢 我没有 我对你 没有怀疑 I don't doubt you 它实际上这个 Suffic Suffic 这个名词 是怀疑的意思 怀疑 所以是我对你 没有怀疑 这句话的意思 Enly Suffic Beha Beha 的意思是 在你里面 对于你 所以是 它的这个意思 并不是直译过来的 I don't doubt you I have no doubt for you 或者Enly 对于你 我并没有怀疑 是这么个状况 Suffic 是一个新单词 这个 是一个名词 Enly 是 没有 我没有的意思 它在这里面 就不是说 Ane 什么什么样 我并不用用的是 我没有的一个动词 的那种句式 会像英语 是这样写的 I don't doubt you 好 这是稍微给这个歌词 给稍微解释一下 但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了 Anima Kia Otla 这是我们 今天学的这个例句当中 我们所看到在 我们唱的一些西伯朗语歌曲当中 也会遇到这些词 给大家一个 一个 学习 和了解的机会 好 那今天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正好是 都练习完